我們胸腔外科處理的疾病 主要分成三大類 包含肺癌、食道癌 還有中隔腔腫瘤 那在以往 我們如果要把這三個地方的腫瘤 做切除的話 因為它位在胸腔的比較深處的地方 我們常常需要在胸部 打一個非常大的傷口 甚至要打斷好幾根肋骨 才可以把我們的兩隻手 放到胸腔裡面去 把腫瘤安全地取出 那過去病患在接受 這樣的傳統手術之後 常常會需要一個很長的恢復時間 然後住院時間很久 那病患常常恢復不如預期 甚至如果說它後面需要做 後續的治療的話 常常會錯失了黃金的治療時間 胸腔腔手術是近幾年來 非常風行的一種手術 那它的概念就是說 它透過三個傷口 它將內視鏡的器械 還有內視鏡的鏡頭 伸進胸腔裡面做手術 它改變了就是以往我們認為 就是一定要開大傷口 才可以把胸腔腫瘤安全移除 的一個概念 我常常講就是 打斷肌手術是胸腔鏡手術的進化版 怎麼說呢 胸腔鏡手術的器械它就像呢 跟筷子一樣它是細細長長的 它的前端是沒有關節的 那也因此就是對於一些比較深處的腫瘤 或者是一些角度比較大的病灶 它沒有辦法做很好的切除 那達蚊腔的出現 剛好彌補了這個地方的缺憾 達蚊腔的器械它在遠端的地方 它有一個類似手腕的一個結構 那它可以做到比人的手腕還要大角度的旋轉 因此對一些深處像是心臟後面啊 或是氣管後面的腫瘤 它可以達到就是跟傳統手術一樣 甚至更好的切除的效果 而且傷口可以維持得很小 我們長根醫院胸腔外科 事實上發展胸腔鏡手術已經非常久了 大概超過25年以上的歷史 那也就是因為做了久 所以我們知道說 胸腔鏡手術的盲點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們很早就切入了達蚊器手術的領域 那目前我們已經很成功的 將這樣的手術使用在 包含肺癌、食道癌 或者是種隔腔腫瘤等等以往一些認為 以內視鏡比較沒辦法完整切除的一些手術 那從2015年1月開始 我們已經總共完成了超過70例以上的手術 那病患都恢復得非常良好 有一位54歲的男性病患 那他診斷的時候 同時被發現得了舌癌 還有下咽癌 還有食道癌 那以往我們遇到這樣的病患 我們常常就是不知道該怎麼治療 因為你沒有辦法同時在短時間內 對三個腫瘤做最大強度的治療 那這中間常常最大的弱點就在於食道癌的治療 因為食道手術大概花很多的時間 那病患開完刀之後 常常需要很長很長的恢復時間 那常常會措施另外兩個一陣的治療 造成治療失敗 那在這個病患 我們使用了達灣C手術 我們很順利的將他的食道 做一個完整的切除以及重建 那病患在宿後隔天級下床走路 那在第10天左右就出院 然後4天後開始接上他其他的化學治療 那目前病患三個腫瘤 都已經被完全的控制住了 而且目前恢復得非常好 整個地方 125年 7月 謝謝